出國旅遊 網路絕對不能少 畢竟旅行時 大家都希望把身邊發生的趣事 異國美食立馬打卡 上傳分享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們 是不是 跟你說 最近出現方便的網路服務 不裝SIM卡也能上網 讓旅行更輕鬆方便 它叫做eSIM卡 又叫做虛擬SIM卡 只要線上下單 按照收到的電子郵件 依序安裝 掃描QR Code 就能開通連上網 旅遊再也不怕 搞丟小小張的網路SIM卡 是不是很方便 話不多說 馬上教你怎麼安裝 目前有在賣旅遊eSIM卡廠牌 有這些 價格都差不多 五天方案落在500到600多元之間 另外有一點要注意 目前eSIM卡支援 iOS系統的手機比較完整 安卓雖然也有 但台灣常使用的型號並不多 所以這集我們就以iPhone手機為例 跟大家示範安裝過程 首先我們選好符合自己需求的eSIM卡店家 流量方案下單購買想要的天數 線上填寫基本資料電子信箱信用卡資訊後 付費完成 電子信箱收到開通信件後 就要來設定安裝囉 手機進入設定 點選行動服務 選擇加入方案 掃描信件中的QR Code 讀取到後點選加入行動方案 進入行動數據 點選次要標籤後繼續 把預設號碼設為主要後繼續 把iMessage FaceTime設為主要後繼續 把行動數據設為主要後就安裝完成囉 如果還沒到國外 可以先把eSIM卡功能關掉 登登登登登 到日本囉 教你把eSIM卡功能打開吧 手機進入設定 點選行動服務 點擊次要開啟此號碼後返回 再進去一次次要 把數據漫游打開後返回 最後把原本的行動數據 從主要切換成次要就好了 很簡單的 說到網路的選擇 我們來比較一下另外一個 大家去旅遊時也很常用到的 Wi-Fi分享器 Wi-Fi分享器的優點 是可以多人連線使用 平均分單費用便宜 而且很多機型都是吃到飽 但比較不方便的是 分享器租借的手續麻煩 要輸入密碼才能上網 也是要充電的 還有最重要的 不能離分享器太遠 要不然就沒網路囉 另一邊eSIM卡的優點是 安裝程序快速方便 設定好就能馬上連上網 但如果要分享熱點給別人使用 就會比較不穩定 而且只支援比較新型的手機 有人說使用電信公司的漫遊服務 一樣不用換卡也很方便 這兩者有什麼區別嗎 通常國際漫遊價格都比較貴 一樣都是吃到飽 買個五天就要995 差這麼多 也是有划算的漫遊方案啦 但需要看自己手機的電信公司 目前有推出什麼組合價喔 eSIM卡就沒有這樣的限制啦 出國旅遊時 多了一個更方便的選擇喔 最後記得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MOK玩什麼 最新最實用的旅遊資訊喔 我們下次見